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是王北翔 在1993年 台湾演艺圈发生了一起命案 到今天凶手是谁 依旧是一个名团 而遭遇不幸的 是这一位当年才24岁的 一名叫做战荣的年轻女孩 她的长相甜美 不不大方 本来是在美国念书 后来回台湾之后被心态发掘 就这样一脚踏入演艺圈 她第一次参与戏剧演出 就是当年相当受到 欢迎的精神四兆 结果就让她一泡了后 成为一个备受期待的 凭日之幸福 但没有想到 就在战荣接演某一档戏的 第二档剧场没多久 意外发生了 1993年7月1号这一天 还有一个外景拍摄 整个剧主都在等她一个人 但战荣她却迟迟没有现身 后来才知道 她家失火 而骇人听闻的是 这场火警 恐怕不是一场单狠 1993年7月1号清晨6点多 台北市内湖康宁路一段 这栋名宅的六楼浓烟四寸 民众打电话报警 那天早上我值班 办公室电话突然响 我接了电话 结果她就说对方说 行事主吗 我说对 她说康宁路一段 有火警 你们赶快派人过来 去的时候消防队已经到了 那她前后门都锁住 消防队是破窗救火了 花了将近20分钟 火整个熄灭了 火势不到半小时就扑灭了 按照程序 消防队还是得进到屋内 确认状况 消防队本来要进去看 但是还是进不去 因为她那个前后门都是锁住的 尤其是她前门 包括沙门 里面都是内扣扣住的 那他们是利用那个阳台上面的逃生窗 把它剪开进去 发现说门的锁住以为是没有人住 那时候也通知派手去查复籍资料 查说有一个人 叫周美飞的住那边 但是她说平常很少在家 所以她也不敢确定说 是不是有人在里面 现场交给派出所处理后续 王年松就先回警局去 结果椅子都还没坐热 电话又响起了 我到办公室不到十分钟 电话来了 她说学长快点快点 她说消防队在整理现场的时候 因为她那个水的压力很大 冲的时候天花板都垮下来了 在搬天花板的时候 看到两只脚 她说学长快点快点 可能是命案 原以为无人伤亡的单纯火警 怎么会变成有人城市的命案 紧急通报刑警大队监事组 道场财政 王年松赶到现场 一进去门窗紧闭 还闻得到瓦斯味 她的大门一开了一进去 这边是门 这边是厨房 她这个就是隔间 这个是墙壁 墙壁然后摆一张床在这边 然后她这边还有一些小间的浴室 然后旁边就个铁门 后门 她人就是躺在这个 刚好在这中间 整个倒在地上 她就说整个头部脸部 还有下半身 是有一堆报纸 还有衣服那些已经烧得整个烧焦了 但是是没有 是裸体没有错 但是胸罩是那白色胸罩 推在脖子里面 那其他都是水很乱的 消防队为了救火 洒水灌旧 现场一片混乱 警方拍照搜证 推敲各种可能性 当时从现场的状况看起来 好像没有外力侵入的迹象 因此网说 有没有可能她自己制粉 因为有瓦斯味 然后现场有燃烧 有一些纸张 在旁边有一些燃烧 一个女孩子她不可能说 全身赤头躺在那边 对不对 那然后很奇怪 她身体被烧焦的部分 是脸部和下体 其他都是好好的 一切状况不明 通知法医相验 不过警方要查出死者身份 才能做后续厘清 那时候是我们在查到一半的时候 有两个男的跑过来 问说怎么回事 我们讲说 这个应该有一个周美菲的 好像说是一个命案 她才告诉我说 他们是中式的 中国电视公司的 是剧组的人 他们要来找她 一听她才觉得 那就是赞容 我们才知道她是艺人身份 她长相非常甜美 又年轻又漂亮 身材又好 很容易又受到人家的关注 所以也就是说 她的企图心是非常旺盛的 在那个时候就说 不放弃任何的机会 只要是能够曝光的 赞容本名叫周美菲 原本是在美国念书 回台湾意外被星探发掘 决定要勇闯演艺圈 赞容就像一颗 真的一颗星星这样子 突然出现了 她有国外读书的一个经历回来 长得又非常的秀丽 然后热情大方活泼 很适合演艺圈的一个发展 然后当然在星探的介绍之下 就进了这个圈子 我想她刚开始可能觉得 就是玩玩这样而已 因为年轻小女生嘛 长得又漂亮 所以呢她试了电视 没有想到就是说 一炮而红 金城四少 像张成光他们这样合作 方方姐什么之类的 都是硬底是这样带着她 而且里面的角色 也非常非常的讨好 所以等于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新人 能够遇到这样的戏 当然就是她的运气中的运气 一下之间就红了 其实那个时候 因为台湾的戏剧是 当家王道嘛 光光海内外很多人都来 想要买这个戏 甚至于希望能够把它 再重新拍过去 到对岸等等的 所以当时她在里面 这样的表现 也受到很大很大的关注 很快的观众认识到了 这个亮眼星秀 战容新路打开 电视剧一步接一步 还有电影找上门 这两个吧 当时社会写十遍当道嘛 所以她在里面当然就说 也在枪林弹雨当中啊 这样演出 可是反而更显出 她的那种清纯的一种气质出来 因为里面都是杀来打去啊 可以看到她像一朵 出幽谷的小百合 那种感觉的一个形象扮相 所以也蛮出色 蛮受人注意的 没有妈妈真是可恶的 你这样会照亮的 她就像一颗会心一样 就是说快速地进到这个圈子 然后就是经纪公司 强力的包装之下 再加上她自己本身 个性非常开朗活泼 热情奔放 她等于就是说 任何的邀约她都不会错过 任何的演出 她都很卯足全力地去冲进 包括演电视 演电影 古装 时装 战容当时接拍中视的电视剧 《女中的彩虹》 担任第二女主角 事发前一天 拍摄完回家几个小时后 就出事了 当天晚上了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是 我们的社会记者告诉我的 就是说 他们在内府有一个命案 然后这个命案的现场 有一个女生 应该是女明星 然后她是叫做战容 她就说是拍《女中的彩虹》 是不是 那时候我们才想到 她确实是个演员 我们都觉得说 是不是弄错了 怎么可能 对 她每天这么忙着在拍戏 而且 这么年轻 这么漂亮 然后每天出来 跟大家都这样嘻嘻哈哈 与人为善 她去得罪了谁 会遭受到这样的一个毒手 金海当中 曾经有过这样一颗心 只是她的光亮 都还没有炸开来 她就这样跟大家说再见 《雨中的彩虹》 女演员生命消失在 浓烟弥漫的一场火警当中 事发那一天 阵容早上七点 原定要继续拍戏 但剧组人员迟迟等不到她的身影 等到的却是令人惊讶的噩耗 在那查访的过程中 有一个我觉得 蛮蛮奇特的一个现象 就是在她的那个 她的床铺旁边 一个小桌子 上面摆了一本桌礼 而且很巧 她那桌礼上面就是7月1号 那个日期上面写着 有大节要小心 发生的命令就7月1号早上6点多 然后她那桌礼上就是翻在那一天 刚好就是摆在那边 什么就是 对 笔记还是她本人的 怎么知道 因为她前面写很多 很多记很多 记事很多资料 然后她笔记完全同一个人的 难道冥冥中 湛容注定逃不了这场劫难吗 在那个记事部里才发现 她有个老师 是教指挥斗数的老师 我们也去查访过 那个老师告诉我们说 她教了十几位学生 她说其中里面 赞容是资质最好的 她学得很好 只是因为她时常要拍戏 她说她学得不专心 赞容她自己算她这里面算出来了 而且还提醒自己要小心 但是还是躲不过 红颜不命 隔天各大报刊登赞容不幸的消息 一度以为是意外或自焚 直到法医杨日松解剖后发现 赞容脖子上有好几道勒痕 窒息死亡 后脑有撞击伤势 脸和下体遭到焚烧 确定这是一起凶残的谋杀命案 还赫然发现她嘴巴塞了一个毛巾在里面 那一般自杀的人不会嘴巴塞毛巾 然后颈部有勒痕 而且好像就有失望 绑在那个颈部的地方 她在解剖的时候 整个气管就是说切开 白的完全就没有那个碳末的那个痕迹 那时候那个杨博士他就讲 他说如果人生前被浓烟呛死的话 他呼吸一定会 气管会有碳粉 会吸入碳粉 所以说气管不可能那么白 那么干净 死后再烧 所以死后烧 那就一般就是回尸灭迹 希望用火把尸体整个烧掉 让一些气阵踩不到 那谁要回尸灭迹 等等 这个就变成警方清查的状态 白一杨日松他的解剖报告 证实的战容是在招人勒臂杀害之后 重火焚尸 这确定是一起踏杀的命案 但问题是凶手是谁呢 有可能是闯空门的小偷 因为被屋主发现了 结果杀人灭口吗 还是其实凶手就是熟人 因为现场的门窗 并没有明显被破坏入侵的痕迹 但如果是熟人 那动机又是什么呢 是情杀 是财杀 还是仇杀呢 简警除了全面清查战容 生前的交友状况 访查了周边的邻居 同时也约谈了 演艺轩里头的男艺人 女艺人 前前后后 至少清查了五十个人 但最后 都一一排除涉案的可能性 案情再度陷入了焦主 明日之星战容 香消玉允 是谁狠心夺走他性命 屋内物品疑似被翻箱倒柜 会不会是歹徒闯空门后被发现 杀人会失灭机 还是嫌犯杀人后固步一阵 制造假象企图误导警方 而战容一丝不挂 警方直觉不单纯 他是由法医来执行 做了一个惨证 可能有没有 就是他人的一些 DNA等等这种东西 那当然最后呢 就有那个侦察队 那时候叫刑事组 他们开始查 战容的交往关系 DNA比对的同时 警方发现 战容的小套房很特别 不像是一般住家 只有内部楼梯通到房间 而是大楼后方另设有通道 能够一路直通进他家门 后面的门 是一个不锈钢的铁门 连钥匙洞都没有 完全没有钥匙洞 表示说这个门 外面是没办法打开的 就是把扫 对 那是里面反扫 他们只要 观众就里面反扫 外面是打不开的 他的前门那个砂门 和里面的门 都是锁住的 砂门是反扣锁住的 里面的铁门也锁住的 那我们就在研究说 既然是这样子 歹徒是怎么进去的 换句话说 这起谋杀案 是谁案发时 进出战容的套房 成了关键 检警马上分工 追查战容身前行踪 家庭背景 以及交友状况 明昂现场的套房 是战容买下的 平常他一个人住 邻居说战容很低调 很少跟人互动 他那个时候来讲 就是说因为他 除染红了嘛 对不对 然后又这么年轻 又这么漂亮 又这么活泼外向 然后呢 他因为开了一部 红色的BMW 所以就是很引人注目 怎么可能赚那么多钱 一定是有人送他的 或什么什么 当时的环境 都一定会是这样揣测 这个女明星 红色跑车 辨识度很高 或许有人注意到 什么不寻常 当年事发的地点 是王年松的秦泽区 他想起 一楼有一位 卖鸭肉面的老板 找他问问看 这边康年路 对 这边是新云街 是 他这是整排的房子 这样去 对 他的车子平常停 都是停在这个地方 就这个转角 就是路口这边 他说这个战容 非常的险密 他开一部BMW 就鲜红色的 那个车子 就在停在他家 斜对面 他说他那天是 晚上大概九点钟 九点多外出的 一直到凌晨两点多 他是从那边 又跑着进来 跑着进来 还跑着往楼上跑 当天晚上他有出去 那出去呢 在可能出去的时候 有跟人家一起吃宵夜 还是怎么样 跟谁吃宵夜 那又有没有送他回来 最后他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等人 或是后面 有跟人一起回来 那时候我就很奇怪 他说 我想为什么三星卖 他回家 他还是匆匆忙忙 往楼上跑 后来我们就 有个很大胆的构想 他应该是 回来是有带人来 带人 然后他怕 因为他知道 他门前有在卖 卖鸭肉面的 很多客人在吃东西 他怕被人家发现 警方大胆假设 镇荣是个女明星 大半夜才回家 身边还带个人 尤其如果是位男性 恐怕会被说三到四 为了避人耳目 请对方改走后门 而且警方想起 镇荣的套房 三道门都没有被破坏 后门又只能从内开启 或许可能是镇荣 开了后门 让对方进来 有可能是告诉那个人 说你从后面的楼梯 直接上到六楼 然后他自己从前门进去 冲着往后 因为有人在等 他一定是匆匆忙忙地 往前上冲 冲了以后把门扣了 把门前门锁了 再去开后门 让他进去 我们认为这个假设 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说那时候 大胆的假设 凶手应该是他熟了 活泼开朗的阵容 交友广阔 清查过滤 他密切往来的对象 转小组第一个约谈的人 是一名孙姓男明星 就是我们在查 周美肥他的财产部分 我们知道他有在中和 买了一部二手的金龟车 但是后来查的结果 他本身已经开变了 不可能开金龟车 后来再查才发现 那部金龟车是在开 奇怪了 阵容买的车 为什么是孙姓男明星在开 就算两人因为拍戏认识 但交情好到什么程度 他倒案时怎么解释 他说事实上有这么一回事 当然他没有讲很明显 他们就是说 他们感情还不错的 大家相处不错 他说他香港到台湾来 人生必不熟 那周美肥也非常热心的 愿意帮他的忙 买一部车子代步 我所听到的传言 非常非常多 甚至于把很多很多的 什么圈内的男明星夜号 什么什么 通通都讲进去 那其实当下来讲 这样来讲 其实对死者 其实是不太尊重的 那对于他旁边的朋友 其实也不是很公平 是因为他的案件 变成一个众所瞩目的 一个焦点案件 那当然就是说 因为警方有破案的压力 所以他们各种各种的传言 就会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多越滚越多 那也没有办法判断是真是假 他那天查证 他确实是有不在场的证明 平常讲 那我们是非常相信 他提出来不单是说 记住的人 那天他和他在一起的人 都承认说 他没有离开 他没在那边 所以等于就是排除 另外一人需要装法 警方过滤通年记录 查出阵容跟一名造型师 互动很频繁 时常有电话联络 那我们查过他 他也讲说 偶尔会约他出去吃饭 就是这样子而已 他说其实并没有 进一步的交往 但是当天事发的 那一个晚上跟早上 他的确也不在场面 对 他在家里 也有人证 对 对 对 所以也太多了 对 他家里也说 他在家里没有出去 这个消息太震撼了 它发生在台北一个 治安非常良好的内湖区 所以引起就是很大很大一个关注 当下没有任何的证人 证物等等都没有 而且他死得非常非常的残忍 所以当然就有很多很多的穿访 阵容在雨中的彩虹 留下荧光幕上最后身影 真实人生也从此泄目 那几年阵容窜红得很快 年纪轻轻 24岁已经是媚光灯的焦点 会不会招人眼红惹杀鸡 包括他们剧组里面 那时候有一个女主角 我们也约谈过他 我们是认为说 会不会在拍剧之间 他们有什么恩怨 不愉快 都会有什么不愉快 就怎么样子 对 甚至我们也会了解一下 他们之间互相竞争 和关心的程度怎么样 我们也有这么做 事实上这些 好像案情都没有进一步的图 影视圈查不出所以然来 检方扩大过滤范围 占容留下的笔记本 记载得密密麻麻 任何蛛丝马鸡都不能放过 不管是说 他们中市公司的人员 还有商界的人 多有还蛮多的 交往其实算是蛮复杂的 其实当时我们所知道的 应该是没有所谓 固定交往的对象 也就是说很多人追求他 那他也反而都是朋友这样子 那就我们所知道的来 那可能真正的 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 所以起码有50个人左右 找了50个人 对 一个一个牌 对一个一个牌 一定要有条件牌 女明星被谋杀 惨死家中 震惊社会 专小组有破案的压力 一次次重回现场 搜寻有没有破案的可能 我们怀疑说 当时那个凶险 可能是从后面楼梯上去的 因为它楼梯有扶栏杆嘛 我们一想到这个问题 马上就赶到现场 从扶栏杆 重新再一节一节 往上再去采指纹 但是因为它是属于室外的 户外的 有时候经过露水 经过风吹 也不容易找得到 因为它有火灾 上方队也来灭火 所以火跟水 也对于现场的采胜是非常严重的破坏 并没有采到 比较确确的一些相关的激震 后来我们发现说 它那个铁门 只有从里面反过 外面没办法开 我们整个铁门也是一样 采集那个指纹 也没有办法 采不到 采不到 完全没有 我们的前者之内 我们最主要是现场的侦查 那我们和台北市行大 谢组长 就是我亲自陪他到现场 走了九趟 很多激震采验不到 让警方很头痛 从时间点和鸭肉店老板说法来看 凌晨两点多 战友回到家后 到六点多发生火灾 关键的三到四小时之间 是谁进到他的套房 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凶手 但就是查不出来 这段时间是空白的 他是见了谁跟谁空白 对 查不出来 原因是什么 他那时候住宅里面也没有装电话 他有在用大哥大宝吗 没有 也没有 而且那时候监视器也掉 没有什么 那时候八十二年的时候 路口根本没有监视器 完全还没有装监视器 好 当年的监视器 如果像今天一样的普及 也许早就已经录下了歹徒的影像 就可以知道 在案发前的关键几个小时 究竟是谁进到的屋子里头 而且加上当时火警发生的第一时间 有大量的喷水灌旧 可能把激震也一并地给冲刷掉了 使得这起案件的侦办更加地困难 尽管这个案子在当时一度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 但最后实在是因为找不到关键的证据 办不下去 但没想到成奇半年之后 案情突然出现了重大的转折 这一名叫做曹阿明的街友 他杀害了一名国小的女童 结果因为他的眼睛的黑眼珠很小 这个特征非常明显 很快他就遭到了指认 而曹阿明在到案之后 他不但坦诚女童是他杀的 甚至他还主动地向检察官共称 在半年前轰动社会的这起战容命案 凶手也是他 那一天下课中生想起小学生放学了 住在台北市内湖的明小妹 却迟迟没回家 我们刑事组接获他家属打电话来 说这个小孩子中午下课 没有回家 到时候大概是五点多 说没有回家 要报失踪 会不会小孩子贪玩啊 或者是到同学家去啊 一直没有回来 那我们就很想说 那这样再等等看 等了又等 等不到人 明小妹失踪了 一天一天过去 怎么找都找不到他 之后有民众啊 就是早上起来沉运的民众啊 在内葫芦山段警察公墓啊 发现了一个树旁边有一棵 那个树掉了一个树包 树包的地上散落了一地的那个树本 那书本里面一拿起来看 好 民众 会发现那民众 这个小朋友的书包和书本 我们心里就感到不对境 一定会有问题 通知我们刑事组组长 然后组长又找派出所 找了好多人 就开始去附近去搜 从前门搜到后山都找不到 组长他就就一口说 快快快 快点一把香来 他就点了一把香 很大一把 对着天空这样手 对着天空喊 然后民众 我们来找你了 如果你听得到 让我们赶快发现你 让我们赶快找到你 然后把香就插在地上 是巧合吗 还是冥冥中有股神秘力量 相插地上才过一会 远处废弃空屋 传来远景的喊叫声 他喊大声 发现了 他五分钟都发现 五分钟一群人都上去那边 后面一间有一个大浴缸 然后上面有那个榻榻米啊 棉被啊那些盖在上面 我们同事就把它翻翻翻翻翻到最后 就看到那个妹妹就躺在那个浴缸里面 头都被敲破了 旁边有一块木头啊 木头被敲断了 然后有一天尖了 就把她胸部刺上去 也就死在那边 明小妹尘尸废弃公屋的浴缸内 死状凄惨 王年松心好痛 因为那时他的儿子 跟明小妹年纪差不多 还是念同一个小学 他默默在心里发誓 一定要帮小女孩讨公道 死状的 那个怎么惨啊 真的是我这三十年 干三十年三十几年 警察可能是第一次碰到这么残忍的 那时候一看到那种刑情 所以说那时候我就想说 无论如何这个案子 我一定要破 不可能让凶手逍遥法外 可是警察公墓附近荒郊野岭 1993年的时候 监视器不普遍去哪里找线索 警方还在想方设法突破 有天明小妹的家人 带着一犬录音带来找专案小组 他说他们去中立一个神坛 去看崩魂 迁王魂 把这个明小妹妹的魂 迁上来讲话的 这个东西没有科学证明的 但是我们基于他是被害人的家属 我们组长还是说 把它做译文翻译 高仁和仔细听着录音带内容 一字一句记录下来 到现在对内容依然印象深刻 录音带在放的时候 那个就一个小孩子的哭声 一直哭一直哭 然后另外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说 妹妹你不要哭了 然后一直错气一直在哭 你现在看看 现在谁站在你前面 录音带里面传出来就说 爸爸妈妈小阿姨就一个一个念 小女孩悲气的哭喊声 让人听了鼻酸 可是真的是明小妹的冤魂吗 她到底怎么遇害的 那个男的就说 妹妹你不要哭了 你这样哭我们没有办法问到事情 然后开始就错气 那个爸爸就说 是谁杀你的 那妹妹在录音带里面说 是谁杀的都没有用了 是谁杀的不重要了 妹妹那你现在需要什么 爸爸帮你做 她妹妹说不用了 她说爸爸爸爸你都骗我 她爸爸说我骗你什么 她说你骗我 要带我去吃麦当劳 也没有 因为她爸爸就哭 那穷啊 那时候那个麦当劳很贵的 当时也不晓得 录音带内容能提供什么线索 毕竟警察办案讲求科学证据 王年松打算重回现场 土法炼钢 找寻蛛丝马迹 那时候我突然就灵机一动 我想说只有这条路可以上去 而且她那时候是 应该是放学的话 应该是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多 这段时间 我就联系三天 中午就那段时间 我十一点半 就警察公布的大门口那边 我就坐在那边看 阶梯那边坐在那边看 联系看了三天 我就发现 那三天里面重复就一个 一个妇人带一条小狗去溜狗 说不定这位太太 每天都会中午时间去溜狗 王年松赶紧跑过去问她 林小妹失踪那几天 有没有看见 跟她特征相符的国小女童出现 她说有 她说我看到一个 长得蛮高大的一个男生 头发是短的 然后全身有点脏兮兮的 不是很干净的 带着个小女孩 从这边进去 听她讲说全身不是很干净 我觉得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说 因为那时候那个 就她金融路嘛 警察公布在金融路那边 那时候刚刚也是我的行者期嘛 我就想说 那附近时常有流浪汗在那边出入啊 过去警方会将辖区治安人口等 照片资料建档成册 线索一兜起来 王年松赶快翻找资料 先把那个流浪人口的那个布置翻给来看 第一面看没有 第二面没有 第三面她就说就是这个 我说你确定 她说确定 我说为什么 她说她就很奇怪 我就发现她 她两个眼睛是 涂出来有点白白的 果然没错 曹阿明就是很深度的白内障 整个眼睛整个是涂出来 整个是白白的 黑眼睛很小 她的眼睛很可怕 因为她的黑眼球很小 一看那个眼睛永远不会忘记 那我们就当时查曹阿明人在哪里 一查她在游民收容所 专案小组的话不说 开着车到收容所找人 曹阿明看到警察来了 态度却是异常冷静 我没有找到她 她也说 她说你们是为了小女孩子案子吗 我说你怎么知道 她是我做的啦 我跟你没回去 她一口就讲了 或许直到躲不了 曹阿明立刻认罪 一五一十跟专案小组交代过程 她说我在路上 看到那个妹妹在走路 旁边没人我就跟她讲 你爸爸叫我带你去吃麦当劳 她觉得那个小女孩就想说 爸爸本来就说要带你去吃麦当劳 会不会是这个叔叔 爸爸叫他带我去吃麦当劳的 她就跟她走 在那山上小孩子会怕 怕的话就打他 打他又怕他呼叫 因为警察公务有警察在干扣 警察有一个警卫在那边 他怕就用了木头 曹阿明自己讲的是木头打到头 把头打破了 然后他就把它放在 放在破旧的浴缸里面 用破毯子把它盖着 事后检警查证属时 凶手的确就是曹阿明 狡猾的他盯上落单的明小妹 那时候82年的时候 素食店刚演细到台湾不久 那一般说家里比较贫穷的小孩 辛苦的孩子 没办法吃父母 不会带他去 利用的是孩子 上网吃素食的心态 说到这 高仁和突然想起 跟家属关洛英的内容 也太雷头了 很多科学没有办法解释 一些巧合的时候 你要说它是灵异吗 还是你要说它就是巧合吗 还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但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像我自己的感受是蛮压抑的 然而更让警察压抑的是 曹阿明被关押在监所 竟然自己经报 涉嫌另一起社会重案 他是主动先打电话和检查官讲 说他要有案子要自首 要我们借提他出去 出来他在讲说 战容命案是他做的 曹阿明他是一个四处游荡的街友 他跟战容有什么关系呢 他为什么要杀害战容 检警为了慎重起见 借提了曹阿明 要厘清他犯案的动机还有经过 曹阿明说呢 当时他只是想要 进到屋子里头去偷东西 但没想到被战容发现 他一时紧张 就把人给打昏了 后来又怕自己的眼睛的特征 太明显会被指认出来 才会杀人灭口 然后布置成是一个活警的意外现场 但问题是 曹阿明说 他是走后面的楼梯上去 然后打开了后门 进到的屋子里头 但问题是 那个后门是不可能从外面打开 而且现场也没有破坏的痕迹 再加上曹阿明他的DNA鉴定 也不相符 后来他自己出庭的时候 精神状况不稳定 说辞反反复复 到最后 曹阿明自己又翻供了 而检察官在调查半年之后 排除了曹阿明设案的可能性 结果案子又回到了原点 直到下一个检察官接手之后 他才赫然发现 原来一开始DNA就比对到了一个 严姓小开 但为什么感觉这个人 是被刻意地低调处理 难道有人在庇护他吗 等到检警想要有更进一步的动作 这名严姓小开 他已经人间蒸发了 女明星 郑荣之死 跟街友曹阿明 怎么会扯上关系 事发半年后 曹阿明认罪 震撼社会大众 他说他是从后门进去的 想要去偷东西 拉开铁门以后 发现郑荣还没睡 郑荣就问到 你是什么人 你来干嘛 对不对 后来在曹阿明一紧张的时候 干脆就把战容给打死 因为他头上后来发现 白玉香烟的时候 头有大级的可能 最后他又把他给勒死掉 勒死掉又想了怎么办 就开始搜刮 据说他奖只有拿到1500块 他坦诚性侵杀害战容毁石灭机 是害怕白内障特征太好认 乍听曹阿明的泛安公辞 似乎吻合现场急证 就在媒体大篇幅报道 战容案抓到凶手时 可是曹阿明的公辞 检警进一步追查比对 和证据根本不相符 他最先是和我们讲 他是从楼梯旁边的窗户爬进去 我们去查了结果 气窗有防盗窗 然后离那个楼梯满眼的 根本不可能 从楼梯不可能爬到气窗进去 说词被戳破 曹阿明才改口 随机从后门进入 我的印象蛮深刻 曹阿明他讲的就是 随机的这样子一个一个开上去 开到六楼的时候它打开了 但王年松印象很深刻 阵容套房的后铁门构造特殊 只能从屋内开关 后门它属于内扣式的 外面没有钥匙洞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拉拔而已 它那个铁门 现场一看就知道 你只要千金一碰 就关死了 外面绝对打不开 所以我为什么会怀疑知道 而且你今天我没有跟你讲 你怎么知道成货本 一打开进去就是房间 所以当时他有承认 可是最终的就没有证据 而且曹阿明可能精神上 有一些问题 所以讲话反反复复的 一到法庭又反复 另外曹阿明声称侵犯阵容 但DNA比对结果 符合的对象另有其人 更离谱的是 原本承办的检察官掉走后 半年之后接案的检察官 在排除曹阿明设案后 才惊绝 原来早在案发不久 就查到一名基隆知名 严姓小开的DNA 符合战容身上所采集到的 我们透过关系 一直要他出面 他一直就没有出面 说明 那时候我们也 和检察官报告了 说这个东西 实在追不到了 DNA验出来是他的 并不代表他就是凶手 可是后来发现了 他是一个诈气通缉犯 可是警方要在找他的时候 那就不见了 严姓小开因为其他案子 遭到通缉却没有被归案 当时专案小组 好几个单位分工 有部分原警被质疑纵犯 其实那时候就已经知道 已经看了资料 知道他已经是 票据同情之中 但是这个案子是直接分案给 台北市行大去追 所以他们怎么追 或者追的结果怎么样 我没有参与我不晓得 就算是说你DNA比对出来是他 我们也还不敢 也绝对不敢完全指正就是他 在我们他那天晚上九点多出去 一直到凌晨两点多才回 我们那时候考虑是说他是不是说在这段时间 是在原先见面对不对 那然后再回来那段时间又另外带了另外一个人回家 所以这个前后这个就没办法没办法 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没有还没有查到原室 我们也不敢不敢完全排除 也不敢完全肯定 如果不是你干的 你出来说明 等到财政完以后呢 认为说是他因为他跟他有在交往 可是问题是到底是不是你发的 当天晚上是不是你跟他在一起 然后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不出来说明呢 一把火烧死战容 烧毁重要急证 至今凶手逍遥返外 发生火灾以后 现场消防队一救火马 整个完全就破坏了 可能也有一些白衣的对象 色减的对象 但是就是没有证据来直接连结证 这是这个案子里面 犯案的时候遇到最大的一个困难度 有那么一个机会稍重急事 就是说他那个DNA比对完全相符的 那个原性小开 我们主要是没办法完全掌握他的行踪 尤其在那个82年的时候 我们外面的监视器非常少 入口什么都没有 他就像那种流星这样子闪 就还没有闪完 然后他就不见了 那不见的原因就完全不知道 即使到现在你还是没有解答 就是说整个社会整个司法 也是没有还他一个公道 因为我住在内湖嘛 所以有时候还会看 经过那个地方 我就不免就抬头看一下 这个案子为什么到现在 还是搁在那个地方 不管他身份如何 总是一条一个宝贵的生命 很抱歉 我们已经尽能力了 但是还是没有查出凶手 也许将来有一天 重新有新的激证出来 有新的可能各种的可能性都有可能 因为现在科学办案 我觉得老天还是有眼 曹阿明虽然书念了不多 他只有国小的学历 但是他却能够精准地去掌握到 检警人员的办案心态 他借由不断地自首 拖延执行枪决的时间 曹阿明犯下国小女童 明晓妹案件后 先是公称 赞容案是他做的 被排除涉案之后 又说内湖电器行命案 老板娘吴丽华惨遭砍死 凶手就是他 他是说他那天下午要去买电池 他全身脏兮兮的嘛 吴丽华看到他这样子告诉他说 那你要先给我钱 但是我真的看不起我 他就讲说他用开三刀砍他的脖子 女老板带了一串火柱 被砍断以后柱柱掉了满地 他讲到这个情节 所以他承认了那个电器行 那个女老板的案子 他被杀的时候 两个儿子在旁边 那后来问那个比较大一点 一年间二年间那小男生 他画一张图 是画一个男生的图 然后满脸好像是 这样点好像有点是福指这样子 福西这样子好像 感觉到是有点像流浪的样子 所以说那时候我们还会有点相信 说是曹阿民可能设置 然而进一步追下去 砍杀吴丽华的凶刀 跟曹阿民所功称的新旧不一 经过见识组建定的结果 就是因为他刀锋不是很利 有往下滑 所以有一块皮是滑下去的 但是曹阿民说他买那把刀 没有很久 而且还没有用过 那表示他的新的刀子 杀人要偿命 不是他杀的 那为什么曹阿民要揽在身上 甚至接下来台北市没破的凶杀案 包括家家保龄球馆送火案 内湖某幼稚园女童性侵案 他通通背 每一次借题出来 第一个他一定要两包槟榔 一包长寿香烟 一瓶生龙酒 他一定要 你不给他 他绝对不开口说话 你借题要送他回去之前 他一定要四个鸡腿便当 他说我们里面的死刑犯 那些都有家属去看他 都会带东西给他 都会分给我吃 那我没有家属看我 那我空着手回去 没有带东西给他明吃 我对不起他们 从战荣案到内湖电器行 曹阿民一件一件背 却一件一件排除 他只有国小毕业 却歪脑筋动很快 警察后来试破曹阿民的心机 这个都是他一贯的伎量 他都是从报章杂志 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他就可以编成一个故事 王当 你这一期的积分够了没有 刑案积分够了没有 不过的话哪边哪边有发生命案 报纸上有出啊 那个是我干的 你可以好好去查 他现在利用我们这种心态 一直要引用我们走到他 所编织的那种谎言里面 他知道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背了什么案子 我跟法官说 哪个案子都是我犯的 那法院就必须开庭嘛 开庭就会延缓他执行死刑 移送以后到他被枪毙的时间 整整八年了 拖了八年 为换取更多时间 曹阿民用尽心机 对自己的错毫不在乎 因为他本身长的样子 就是脸部有一点点小小的畸形 耳朵呢一大一小 然后呢眼睛也是就是脱汤 觉得说别人也是这样对我啊 骂我啊笑我啊 他认为说是这个社会先对我不好 那我杀个人又怎样 应小为担任曹阿民的教诲师 寻寻善诱 曹阿民直到死前才悔悟 并决定弃绝弥补过错 我会要他闭上眼睛 去想一想当初你犯案的时候 那个过程 他自己会坐在前面 一边想一边发抖 一边发抖 那个时候他才告诉我说 郑老师我好害怕 我知道我错了 他主动跟我讲 他想做弃绢 我说你要绢什么呢 他说他通通要绢 曹阿民他在枪决扶法之前 他决定监出他的器官 而且还留下了一封遗书 在遗书的内容 他又交代了他犯下的四起的命案 以及埋事的地点 有句话说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曹阿民他是真心地篡悔 说了实话吗 检察官指示挖土及开挖 地点是台北市内湖警察公墓旁的空地 时间点就在曹阿民枪决扶法后 因为曹阿民死后 郁有通报 他死前留下了遗书 表明本来可以让命案石沉大海 经过赶招决定说出真相 把过程跟埋事地点口述 告知郁有请他带笔写下 我曹阿民 我是一个男子汉对不对 该是你的 你就要承担起来 不该是你的 你不要胡说八道 罚阿民坦承 另外有四起命案 其中一人遭分尸 装进竹制的基隆 装石头 沉入内湖警察公墓的水池 另外三名被害人 埋尸在警察公墓管理室 废弃空屋的后方 他说还有三个分尸在这一带 这一带就还有一片坑地 他大约是在大县里 他会那边再过去一点点 就在那里 这一带 抽干池水后 却什么都没发现 工作人员深陷泥浆中 如同真相陷入泥浪 永远是个泥 等我强取之后 就交给检察官 告诉他 还有其他几个人 我怎么 然后来发现都是假的 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 也找不到相关的视频 在台湾这座海岛上面 有将近70%的面积 都是隆起的高山 在这当中 蕴藏着丰富的天然资源 当然也有壮阔的山林美景 我在这美丽背后 也潜藏着致命的危机 特别是在素有黑色 其来支撑的奇莱山 在这个地方发生过多次严重的山难 许多悲惨的 所谓的不可思议灵异传说 也因此不进而走 好 我们从1971年来开始看起 奇莱山在短短的数年之间 接二连三发生了悲惨的山难事件 其中最离奇的是发生在1972年 8月24号 有三名分别就读东海 以及辅人大学大学生 他们结伴攀登奇莱山 结果三个人 人间蒸发一去不回 在当时引起了全国的高度的关注 包括军方 警方 以及登山界各界人马 发动了地毯式的大搜山 但结果只找到他们的登山手杖 同时间发现了 疑似是他们插在地上的三只筷子 这三名大学生 究竟遭遇到什么样可怕的事情 怎么会凭空消失呢 而插在地上的这三只筷子 又是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今天我们首先来看 发生在奇莱山的灵异传说 1972年8月23号 东海大学学生邱高 汉府大学生李福明 胡德宁三个人结伴攀登奇莱山 经过庐山检查上之后 上山到了天池保线所过夜 隔天进到了奇莱山山区 但从此就有如人间蒸发 消失在奇莱山 连尸骨都找不到 有人认为他们被野兽攻击 有人猜测他们被逮捕给杀害了 种种的传闻都无法获得证实 直到今天这三名大学生 在奇莱山中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没人知道 一般来讲如果在山里遇难的时候 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 通常是东西是带着的 不会一件一件丢 然后说到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看到后面的资料就是 它是一件一件 丢例如说可能T恤 鞋子 包括便当盒一件一件丢 身要见人 死要见吃 就你这三个人在山上 是受到什么样的惊吓 慌乱当中不小心失足跌落西谷 否则怎么可能会丢掉那些装备呢 被熊吃还是什么 为什么会 这个动物猪的会少 现在我可以说 你动物给它怎么猪 猪是三人留下来 一人留下来 这个不会的 所以就是一个名 事实上在1971年 齐来山北风才发生过 青大五位学生山南事件 齐来山位在南投县和花莲县的交界处 齐来山的北风标高3605公尺 山势陡峭 它的北面西面南面都是断崖 名列台湾石郡之一 齐来山的齐来 源自于日本人口中的齐来 已经陈崖 土耳 日本人都起来了 危险是这样的 下午到下午一点以后 都农夫带起来 所以容易发生三人 你要不要小心 还有对这个山地形不了解就了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为了寻找失踪的三名大学生 包括军警的特种部队 空军的直升机 原住民翔岛和猎人 以及民间的登山团体 各路人马分成了几十队 好几阶段一次又一次的入山搜寻 动员的人数高达数千人 可以说是翻遍了整座齐来山 结果什么都没找到 只发现了一次是这三名大学生 在地上所插的三只筷子 他把这个筷子插在地上插了三只 好像插箱一样 那么很多人认为说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意思没有人知道 到现在一直到今天2008年 还是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原因 有人说是三个人跑到大陆去 那个最后看到那个三个筷子 三个筷子插在山东 向大陆方面 当时第一次规模空闲的搜救队伍 在齐来山区待了两个多月 直到迟近冬天 大雪即将封山 搜救工作只得宣告结束 往后的十几年 失踪者的家属 每年都会请人上山寻找 但是依旧没有任何下位 齐来山这件事情是台湾在登山史上第一次的大型搜救 它是一个大型搜救 那么从齐来山事件之后 台湾才有正式的搜救组织 齐来山自1971年 新大雪山发生意外 五元离难之后 当时在短短的数年之间 接二连山发生了山难 从此有了黑色齐来之称 据传在清朝日剧时代 齐来山曾经发生过太多次的战争 在许多原住民部落里 都有神秘的灵异传闻 那里的他们都是赛德克组的朋友很多 早期那个地方应该在山顶上是没有 在山下这一家都是他们在狩猎 征战 跟日本打仗的地方是很多 很多人死在那里是真的 登山界的前辈林两全先生 今年已经83岁了 他曾经多次的参与齐来山的搜救行动 经验丰富 林老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 发生在1976年8月8号 有八名陆军官校学生组队登山 走的路线跟先前离难的清大学生是同一条 结果不幸遭遇了台风 同样是来不及赶到的松雪楼 五个人离难 而其中的离难者李一诚 让林老先生相信 这世界上的确有所谓灵魂的存在 到了西谷大概五十公九以下的时候 我看到李一诚的军队也比武老 站在哪里还没有死 还没有人都腐烂了 因为七来山这个太凉了 晚上都是零度以下 我在那里 我看到老公 我一下子你看 他没有感觉到这个台湾的风疏 疏了不要叫 他叫给我回来了 已经疏了 你不能叫了 糟糕了 看到了什么 那没有办 就我带箱子给他销 那我那个 在营栅里面的醉带 我有带气嘛 给他盖起来 按照法定规定必须要有检察官相验 所以李一诚的遗体就只能够留在现场 于是他们晚上回到齐来山的成功宝过夜 谁知道一到了半夜 那个寒李一诚回家的炉金会突然之间肚子疼 有着多年救难经验的灵两拳 知道可能会有事情发生了 不行了 我要闹肚子了 糟糕了 好了 开起来以后我手电筒出去 我已经准备了 三刀准备了 出去外面 糟糕了 李一诚 已经这个灵狗了 眼睛闭起来 看得很难过了 成千倍 口都没有叫灵狗了 大家看到五个人 三包两个人看到 弹到一些所谓激情吸引的幻觉的时候 或激情吸引的一个感觉的异常的时候 都会弹到当时的氛围这环境 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如果高山症更容易解释 是集体可能有低血氧跟低压的环境 那低血氧的环境里面我们刚刚说过 它本身是造成一些四股膜 可能的一个供氧不足 所以很容易出现所谓错觉跟幻觉 我都中自信了 我都好人嘛 哎哟 拜托啦 李先生 说你回去啦 我们已经今天祭祀天的地辛苦啦 我明天到荒安山熊雪楼 叫你部队给你来带回去 我们没办法拜 还有这个检察官 要来给你检查 看你事 怎么样 拜托 拜托 消息啦 真的啊 今天啊 不知道我给你看到 我一过七五六都看到 那个陆小田呢 三年不敢爬山 他们当时住的山屋叫做成功堡 这个长得像是蒙古堡的山屋 当初家属跟山友为了纪念失事学生 以及预防新的山岸所建造的 因为成功堡是当年他们这些大学生 罹难的时候 他罹难的时候 然后后来就是大学 他们就是还有各方的捐柱 盖了三个 成功有一号堡 二号堡 三号堡 一号堡在上面一点的地方 二号 三号在下面 那么在 它是原席的 不因为里头挂有罹难者的照片 让很多人晚上睡在里头 心中五味杂成 有人感觉好像有人在骚自己的脚底 但有人半醒半梦之间 看到了墙上的遗照 对着自己 竟然吓出了满身大汗 像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们也是很客气说 不好意思啊 打搅一下 对不对 那我更好奇的是 为什么要放那些照片呢 当时我也觉得很好奇 说奇怪 为什么要放这些照片呢 可是这样子的话 会对一些很多人呢 可能就是 睡觉的时候睡不安稳 不只是睡不安稳 可能要一跨进去的那一刻呢 就会开始心生呢 哎呦 好恐怖哦 你也知道人嘛 只要没有人讲就没事 当有一个人讲的话 哇 一群人就觉得 哇 真恐怖哦 那么一号宝 它现在没有人住 它现在是做停尸间用的 为什么停尸间 因为其实发生散难的时候 也还 散难如果发生的时候 直升机会去搜救 搜救是掉伤者 跟迷路人 大千里是人还活着 只要人往生了之后 直升机是不掉的 它是掉伤不掉死 那么发生救事的时候 一定都是背下来 那么背下来不可能一天背得到 因为很远 那路非常的远 所以他们第一天一定是停在 停临 停在一号宝 那么常常有人就是经过的时候 看到一号宝有跟他招手 那么其实一号宝其实是没有人住的 有一次我带一队去哦 晚上里面有口爆哦 有两个木骨爆 一个是好 一个是坏的 然后睡到一点多啊 再睡到它 门口的中间 门口倒下来没有声音哦 有 他睡在睡到睡到里面 把他爬到我旁边来 呸 为什么我到这里来 哦 那个爬爬爬爬爬爬 外面啊 没有东西不是东西的 好像一个声音不一样 我会有点多人 我都带 杀到自己 拜託啊 朋友啊 我都常來 我今天沒有帶那個銀子給你們 明天早上帶給你 好不好 不要吵啦 拜託 拜託 這叫做先路為主的印象 我們在沒有到達這座山 或這座地點之前 總會有些對當地環境 會有一些預先的印象 這些預先的印象 其實會形成我們內在的印象的一部分 如果它當時所謂的羊的這種 適應能量還不夠 或是說壓力適應的能量還不夠 它就容易產生我們剛剛講的錯覺 所以會自然先浮現 我們已經存在的這些印象 所以有些我們叫集體潛意識的行為 其實就是大家剛好聽到同一個故事 或集體希斯迪也是因為聽到同一個故事 大家剛好不約而同 就根據故事的腳本去演出來 除了成功堡的傳說之外 在齊來山的主峰上了三角點 在那邊有一個林小姐的離難紀念碑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如果踩上去照相 恐怕會發生不可思議的事情 那個學生就是踩 踩他的那個杯 那個杯 後來我們一看怎麼踩那個杯 結果後來在下車的時候 人開始就暈眩不舒服 結果後來我們下車就住到 雜山山屋 上面有個雜山山屋 是個太陽燃燒非常的好 結果他晚上睡覺的時候就開始夢魅 就是講夢話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煮飯 然後就後來就是夢夜 然後夢夜的話 我一開始的時候覺得只是講夢話而已 後來住一天他就喊說不要讓他進來 我說不要讓什麼東西進來 嚇死人了 我們人登到2700公尺以上高山的時候 比較常常會碰到 碰到一個低壓跟低血氧的狀況 會產生這個高山的一些症候群 症候群包括頭暈 頭痛 還包括會有些睡眠的障礙 會有些走路不穩的情形 會有整個會有疲倦感 那另外會有產生一些我們叫做 比較危險的時候 會產生叫急性的肺的水腫 甚至最嚴重會叫急性的腦的水腫 一天病到沒有辦法自己走 就明明前面還生龍活虎了 後面就病成這樣 後來就背下來的時候 背下來的時候就 他就在醫藥堡跟東西招手 他就跟一個 看到一個女孩子跟他招手 見鬼 整桌山之後 我們沒有看到人 後來那天晚上就睡在23號 晚上就聽到有人在外面走動 有東西在外面走 不是人 有東西在外面走動 然後東西就是用那個手 在刮那個 就是鐵皮 你想像是粉筆一個鞋子 那種聲音 他就這樣刮 在外面刮 東西想要進來 可是沒有辦法進來 那大家其實是醒的 其實大家是膽戰心驚 所以那個晚上都沒有睡好 對這種聲音的來源 有沒有可能是黑熊 或者是其他動物所發出的呢 謝哲星說 當時根本沒有一個人敢去看 當然也有人認為 這些都只是因為高山反應 讓人容易產生幻想與錯覺 不過不管哪種說法 終究是信者橫信 不信者吃之以鼻 也讓齊萊山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當然高山迷人 但是卻也奪魂 當然除了齊萊山之外 包括是在玉山以及雪山 其他地方都有靈異故事 在山友之間流傳 其實我們來看到是在 綠山這個部分 那麼最為著名就是 黃色小飛俠的傳說 據說很多偵探科都曾經有過類似的經驗 而且他們下場竟然是截然不同 有人說呢 在山裡頭很多年輕的偵探科 都會遭到這樣的告誡 如果你看到身穿黃色魚的人出現 要特別的小心 因為他可能會帶你走錯路 不過也有人說 黃色小飛俠 有時在迷霧當中也會帶人脫困 這些自稱目擊者的人說 都將這個神秘的黃色小飛俠 描述了活靈陀線 但也沒有人知道 這黃色小飛俠究竟是人還是鬼呢 另外在風光明媚的嘉明湖山區 據說1945年 有一場大風雪凍死了很多日本人 而此後 許多的登山客在當地紮營 在深夜都會聽到 有日本軍隊操練的聲音 或事實上類似這些靈異傳說 經過以鵝傳鵝之後 有些故事被加油添醋 距離事實已經非常遙遠了 而有人說在高海拔地區 特別容易產生高山的反應 而事後證明這些故事 其實都是自己在嚇自己 就是這每一張照片 上面都出現了許多白白的圓點 連拍攝的圓景都匪夷所思 參與搜救的圓景表示 當時一直找不到人 但後來舉行簡單的祖靈祭之後 說也奇怪 就找到了袁文華的遺體 我同事林建雄就跟我們 說我們要進去救人 結果要兩次中途一半就找到他了 對於這樣的現場搜證的照片 出現了疑似圓臉 按照科學的解釋 有可能是因為水氣或者灰塵的反射 齊萊山從1971年開始到現在 已經發生了將近50起大大小小的山難事件 其中很多人失蹤到現在依舊找不到 這些使得齊萊山更顯神秘 尤其是很多登山客在身上照相 一回到家就發現在照片上 出現了先前失蹤的山友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1975年7月1號 殺戮高公的何金鴻脫隊失蹤 後來竟然出現在別人的照片當中 三角點叫的時候 後面洗了以後 後面何金鴻的那個像 出到後面的 電火隊啊 他打電話給我拜託女生 你知道何金鴻跟你排隊啊 我寄他像跟他去 哦 很像 所以他報紙出來了 當時候這張照片就大大的 刊登在民生報上 究竟三角點上那個小人 是不是失蹤的何金鴻 到現在依舊沒有辦法證實 據傳何金鴻當時要脫隊的時候 同行的山友叫他 但他卻是怎麼樣也不回頭 最後消失在齊萊山的虛無飄渺之間 奇怪了他一個人 在山藥沒有路的地方 砍那個石墨還是植片 砍到進去 後面兩個同學 老婆你不行嘛 這不是鄉山路 你不管啦 你不管啦 他一個人以後就看不到 何金鴻 我以前帶去白骨大山的 跟我一起去的 他在那個山浪以後呢 找不到人嘛 我也到西谷下奧 找到一國一多月沒有找到 真的還是不承白 人為什麼莫名其妙會脫隊 古代的小說認為 山中有鬼魅亡俩 不過登山客 比較相信有所謂的 貓西娜會帶人到處亂走 我倒也不全然 都是捉弄山友的傳說 有人說在農物迷路的時候 他們曾經現身指路 帶領著大家脫離險境 在玉山頂上 就有著黃色小飛俠的傳說 玉山那個非常有名 幾乎每個爬山都知道 黃色小飛俠就是 因為應該來講的話 是在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 就是 因為根據這個故事 是這樣 他是 當時有人去爬山 後來迷路了 結果後來迷路之後 之後去爬山的人 都會看到這個迷路的人 他一直在山裡面沒有出來 尤其是 而且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 如果一直對我三四個 七八個裡面 中間的人會看到 前面的人看不到 前面的人已經經過 他沒看到 後面的人也沒有看到 他會有特定的人會看到 看到的人啊 通常回去也會發燒 那麼有時候就是 他這個小飛俠會帶路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像我們去爬玉山的時候 我們都會互相提醒 看他小飛俠不要跟 因為有很多山難 就是說 例如說 就是人在山裡面不見 玉山的登山步道其實很簡單 從塔塔 從那個塔塔加安部 一直到排雲 這八公里多就是一條路而已 可是這條路會有人不見 那不見的時候 就有人就會說 我在後面看到前面那個人 跟著黃色雲 對的小飛 穿小飛俠雲的走 對啊 然後奇怪前面 前面就沒有 完全沒有插路的地方 人就會不見 從醫學的角度來看 高山空氣稀薄 是有可能讓人眼睛容易看花 甚至連聽覺都可能 產生幻聽的症狀 所以登山客之間有個禁忌 就是聽到有人叫自己名字的時候 要非常確定才可以回頭 我們在那個 離山 環山上面那個 要進到更裡面 快要接近那個 很深山的一個舊部落裡面 一拍一拍一拍呢 突然間我只看到攝影師 跟我的導演 跟另外一個助理回來 那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助理呢 還沒有回來 他說他去一個地方上洗手間 當時有人叫他 他以為就是說要趕路嘛 一叫他 他就一回答 一回答以後他轉過頭來 把他轉過頭來的時候呢 他就看到也是一樣走啊 他也是一樣走啊 可是他就一直走一直走 他覺得奇怪 我為什麼走的路好像是下坡 明明是上坡 我們大部分在爬山的人都會知道 他會有這種內在語言的方式 來激勵自己 我再往前爬多少 我也快到了 好 這種語言 那有時候這種語言 他會用說話的方式說出來 那他以為自己沒有說出來 那這個時候就會覺得 好像有聲音在喊自己的名字 那其實高山陣會有 走路不開的不穩的聲音 然後出現的時候 別人會產生所謂類似的 聽幻覺或聽的錯覺 那這個時候 自己的名字其實是最熟悉 最安心的名字 所以聽到自己的名字 被喊出來 其實是很常見的這種聲音 可能是他運好吧 他下去的時候 正好碰到的 要上山來的人 研究人 你去哪裡 是這樣子 他才醒過來說 我現在去哪裡 他說沒有啊 你再往下去就河谷了 他說不對啊 是這個時候他才趕上 趕上來的時候 我們就問他你去哪裡 他說我去上廁所 後來就說 他聽到你 他就問說 你們剛剛誰叫我是不是 沒有人叫誰叫你啊 我們還在這裡等著你30分鐘 類似這樣子的單獨脫隊 最容易造成山難的產生 所以基本上登山的領隊 跟在後頭壓隊的人 他們的角色就顯得特別重要 我現在過時是有啦 不過不是我啦 我們那一隊沒有啦 我是 我是 在一隊一定 天落要看到 所以一個人離開的話 容易碰到那個人 所以天高山的 不要一個人留在那邊 登山客失蹤的事件 總是容易被以而傳而 成為科學難以解釋的現象 或有的時候真的是因為 在生理上面的飢寒交迫 讓人誤以為碰到的鬼 結果嚇壞了整團的隊友 有一次我們去大午溫泉 在霧台那個大午溫泉 很深山 那一次我們去拍的時候 因為我們兩死不夠 我們那時候才五個人而已 那一隻女孩子 媽 糟糟糟糟 天慢慢就可以了喔 黑了又餓又累 那我們要過溪喔 在黑夜中過溪 突然間呢 他跟我講一句話 他叫我一下你知道嗎 我們躺在記憶裡 然後又我說 有鬼 第一句話呢 我們當時就想說 已經黑七七又在過河 你知道嗎 我說 真的 不要一直在抓我啊 他說有鬼 有人抓我 我說抓哪裡 抓我的腳 我說真的假的 我就因為我走最後 他呢跟我們另外一條走前面 可是在那個時候他嚇一跳 想不想當然二話不說 啪就抓他的手 把他帶走 就哭完 如果他當時所謂的養的這種 適應能量還不夠 或是說壓力適應的能量還不夠 他就容易產生我們當時講的錯覺 所以會自然先浮現 我們已經存在這些影像 我們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經過大概兩三個小時 我覺得真的是那是幻覺 他覺得說他走不動 有很多人拉他 一下講這個 一下就說 哇 現在要是有一杯可樂多好 現在要是有一個漢堡多好 我們覺得說那個時候就是已經呢 人已經開始進入到說 恍惚的感覺 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當然二話不說 在那個時候的經驗是一定拿東西給他吃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我們在山上的時候 當你太疲倦或太累的時候 你可能會產生你自我意識的防護 也是有可能的 在宇宙萬物之間 人類始終是渺小的 特別當你在探尋領略 大自然美景的同時 唯有保持著謙卑以及崇敬的心情 才能夠讓自己遠離危險 前一陣子呢 台中縣有個婦人跟記者說 她過去三年呢 常常夢到一個長髮女子 對方自稱是死於47年前的神岡空難 希望能夠和她共事一夫 這名婦人呢 考慮了三年之後 最近終於答應了豬裝冥婚 說也奇怪 原本身體上面一些病痛呢 竟然不要而癒了 究竟冥婚是一種 什麼樣的地方習俗呢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呢 我們將會有進一步的介紹 首先要看這個婦人的遭遇呢 勾起了當地地方上面 老人家對於當年這起 空難的記憶 失事的原因呢 至今依舊是個謎團 在1963年 有一架民航機 墜毀在台中縣 神岡巷三角村 正是1949年之後 台灣民航史上 第一起重大的空難事件 當時飛機上面呢 還搭載了許多應邀 來到台灣參加影展的大人物 包括了有馬來西亞的電影大 和陸云濤夫婦等人 此外呢也包括了 美軍顧問團的成員在內 一共有57個人全都不幸 在這場意外當中喪生了 當年官方的調查呢 報告顯示出 機械故障以及人為操作不當 恐怕是肇事的主要原因 但吊詭的是 飛機的殘骸裡頭 竟然找到了兩把手槍 而且是刻意地把兩本厚厚的 這個雷達的手冊 挖空了之後呢 就把手槍藏在裡頭 是誰要劫機呢 而這劫機的動機 又是為了什麼 資源記者李一瑋 林文森的報導 台灣電影製片廠 廠長龍方的追到大會上 龍方妻子痛哭失聲 蔣方良上前擁抱致意 蔣經國在一旁 臉色民眾 神康空難讓57位來台參加 亞洲影展的電影人死於非命 1964年6月20號 民航空運公司一架C46型環島班機 墜毀在台中縣神岡巷三角村 飛機上乘客超過半數都是 應邀來台參加亞洲影展的規定 另外還包括了20名的 美軍顧問團成員 一共57人無疑生還 這是1949年後 台灣民航史上發生的第一起 重大的空難事件 已經有往未完成 旁邊的動物件 之輪 意外的動物件 但有不容易 斷高了 日本人在地下 中央渡海和海 我做了一份 新人發報 衝突 这架飞机当天下午5点30分从台中水南机场起飞 要飞往台北 没想到才起飞五分钟 爬升到了一千多尺 突然转向往南飞 接着又往西飞 再猛然地转向北飞 最后就掉在刘老先生住宅前的这片稻田里 我们台湖在那里 穿两三个人在那里 我看到我们早餐 在空难发生时有一架空军搜救中队的H-1沟型直升机 正巧在嘉义上空执行任务 机长黄孝侯接到的空难消息 马上赶到了实时现场 当时在空中的时候 接到命令20分钟到现场 就是去看现场有没有活的人 有活的 有受伤的 重伤 轻伤 赶快送舌的人 没有一个整体的尸体 所以安全带 你飞机的安全带 靠这边 那一撞 头一定撞到前面去 所以说现场很了 肚子破了 肠瘤 没有什么都没有一个整体的尸体 其实生亡的 没有要够进去 有一个 可能这样优 优那种的笔锅头 它的开来要有优 优优优独播 我就在那里看着 那种东西问到世界了 我会看到丘方完工做回来 丘方完工做回来 我会把他观察一下 是 人家说有得多 我会把他观察一下 我会把他观察一下 最近的消息传开之后 失事的现场附近 挤满了围观的群众 议论纷纷 有人说这架飞机上头载着 可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所以有谣言传说 飞机上可能有大量的美金 有人于是动了趁火打劫的坏念头 在警察 我在警察看 在车把我拿起来 打开看看 在车把我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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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的 看来是宝庭吗 那宝庭我拿起来 那宝庭就是什么 他有人 他在车把我拿起来 他在车把我拿起来 警察在拿起来 警察在拿起来 他在来 拿起来 我在问警察 他说是什么 刚才这车车 他在车把我拿起来 拿起来 拿起来 他就不够弄了 马来西亚的电影大亨 陆允涛夫妇 就在空难发生的八天前 硬要来到台湾 参加第十一届的亚洲影展 一下飞机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台湾影星张美瑶代表现话 这个亚洲影展 这个过片 过雨片 有邵氏公司 过泰系统 过泰的就是陆云涛夫妇的 还有电幕 电幕也是过泰的 所以那个时候在香港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 陆云涛摔死了以后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 这个电影界 整个这个大戏牌了 大家就发展了 所以烧死公司 才一下子 烧死就起来了 当年为了要宣扬自由中国 这一届影展办得非常盛大 邀请了国际巨星 威廉·贺顿出席 影展在18号的晚上 圆满落幕之后 主办单位安排各国的贵宾 欣赏宝岛美丽的风光 20号的行程 是到台中参观故宫 威廉·贺顿早就安排了 这一天要离开台湾 没想到就此逃过的死结 至于陆云涛夫妇 台湾制片厂厂长龙芳 国台电影总经理夏威廷 在台湾省新闻处长 无少岁的陪同之下 一大早出发到了台中 参观完故宫之后 傍晚就要飞回台北 宴请行政院长严加感 本来是有一个大的聚会 要吃晚饭 他们这些人 消息不灵通的那个时候 就还没回来 怎么飞去到现在没消息 没消息的时候 大家就猜了 怎么回事 后来消息来了 飞机晒掉了 陆云涛离难的消息 传回了台北 震惊了震态 各家媒体记者 立刻赶到了神钢三角村 露夜之后 现场还是挤满了 上千名的围观民众 晚上看不到东西嘛 我们就借他们的电筒照着看了下 看到飞机和座椅都插在地下很深 在农田里头 还有尸首啊 在人在那个地上面 还有在树上面 还有 那个我们看不清楚了 但是也很 因为他不准人靠近嘛 怕这个 因为有些老百姓啊 去捡东西嘛 后来他们的警察就封锁了 天亮之后 检警派出了大批原力 进行地毯式的清查 方云150公尺的实施现场 惨不忍睹 除了飞机的垂直翼之外 几乎没有一样是完整的 农田里盖满了一张张的草参 那第二天上午 六点钟又到现场 那天很热了 现场已经四级都发生味道了 那地面用来很多厮守包 那那个时候还没有 有沃沃沃沃沃的美军 运了四线包 然后封四线包 完整的我就带到 带到水南机场 当年因为飞机上有美军顾问团的成员 所以美国大使官也派出了五官 参与实施调查的工作 在实施现场的残骸中 找到了两本美国海军雷达手册 但调过的是 这两本看似厚重的雷达手册 拿在手上却轻得很 打开一看发现 这书被人刻意的挖空 挖成了一把手枪的形状 是谁要夹带枪子上飞机 按这些空难有直接的关系吗 几个记者正想拍照存证 但马上被现场的阵力员给制止 并且将书给收走 我看着 竟然在这边 这本车里面是一个第一车的营业 那我不管 可不可以说这本车 现在我给人家闭开 来 这一个第二车的门 所以我放在这边第二车 没有开车 我跟这本车里面对你说没有 还没有说明 怕说说的麻烦 你看到那些东西在哪里 如果没有那些东西 如果没有那些东西我就去麻烦 这个枪支在机上出现的很诡异 是在于讲说 是挖空了这个书以后 把书挖空以后 把枪藏在里面 可见这个藏枪的人有不法的意图 那这本书籍经过调查以后 是来自于海军图书馆 那这个从借书证理也可以查出来 这个借阅的人就是这位中尉征养 另外一个是48岁的海军退役 军官王胜义 隔天报纸抖大的标题写着 法官检查现场 书里发现手枪 记者描述在驾驶舱附近的残骸中 找到了两把四五口径的手枪 而离奇的是 在飞行员林鸿基的右脸 有一个小洞 验出了强烈的火药反应 你看当时真信新闻也就是后来的中国时报 他们就已经写得很清楚 正驾驶林鸿基尸体验出头部有穿刺伤伤痕 到了6月27日 因为立法院交通委员会里面 就是民航公司的总经理 在面对立法委员质询的时候 他也他甚至还秀出了这张照片 如果照国民政府所说的 是驾驶员的疏失造成这样的空难的话 那民航公司很可能就要倒闭 因为他的那个保险费会巨额的增加 当年民航公司的环岛班机不是定点直飞 而是每站都停 固定早上8点钟从台北起飞 沿途落地也包括有台中 台南 马公 高雄 最后再按照原路线飞回台北 事发当天这两名军员突然从澎湖登机 这动机恐怕并不单纯 这飞机都是坐的都是团客 澎湖上飞机的全部都是美军 那台南上飞机的全部都是民航公司的职员 台中上飞机都是电影团的这些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两个散客呢 当时在马公有军机可以免费他不搭 当时的那个售票员就问他们讲说 为什么要坐这样的飞机 他就说他怕飞机太颠簸 他就讲了他要到台中去办事 售票员就告诉他讲说 我们在台中只停10分钟啊 你没有时间去办事 但是这两个军人还是很坚持 一定要买这样的飞机票 这两个军人为什么非得要坐这班飞机呢 民间团言四起 有人说这两个军人是为了钱 因为他们知道飞机上会有大量的美金 也有团言这是一场政治劫机 他们以为蒋经国会在台中上飞机 所以是冲着蒋经国而来 要把他连人待机绑到大陆去 这个照我自己的判断 我觉得这个可行住 这个可能性是不高的 因为蒋经国在民国50年以后 他已经就是一个接班人的地位 有很多的水平 另外就是蒋经国如果在这班飞机上的话 那这班飞机 大概就不太可能出现其他的乘客 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 谣言很多 我就说是共产党 派的秘密的人呢 来买的炸弹在那里 不过根据我们所知道的 不是那么回事 政府始终没有承认究竟什么原因 最小的它是阴京故障 从来只有反共意识投奔自由 哪有自由台湾截击投共的道理 官方封锁的消息迅速的定调 这是一起因为机械故障 导致失事的空难意外 军方检方口径一致 即使在飞机上发现了手枪 也无法证实 这是一起截击事件 国民政府不愿意承认这是截击 这个理由比较能够想象 但是为什么CIA 也不愿意承认这是截击 很有可能 第一 截击者跟CIA 可能是有泄民的关系 第二可能就是 民航公司里面有内应 接应这两个截击者 与家丑不肯外扬的情况下 跟国民政府共同的 等于就是吃下这颗黄连 神刚空难调查报告最后以机械故障 加上驾驶员操作疏失来结案 赔偿每位罹难者26万元 政府在台北市举行了隆重盛大的 公祭仪式 沿途数万民众驻足吊咽 场面哀气 不过对罹难者的家属而言 再度的赔偿再隆重的告别室 都比不上一个真相 歌手士文斌他的父亲 当年是这架飞机的维修工程师 他也不幸搭上了这架死亡班机 那个时候爸爸是在负责飞机的文故 那当天其实也很巧 就是原本 妈妈那个时候怀着我 所以妈妈害喜害得很严重 那爸爸那个时候呢 就是也是很急的休假 很急的想说赶快回来台北 跟妈妈看妈妈陪妈妈 在台南的时候就是补位上去 爸爸就是有一个位置 因为他在航空公司的关系 所以就补了这个位置上去 那个时候世文斌还没有出生 在妈妈的肚子里头只有四个月大 他说母亲差一点就想不开 因为最爱的人 怎么能够连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呢 妈妈走到碧檀桥上 准备往桥下跳的时候 先往下一看 他没有看到碧檀的潭水 他看到的是隆起的肚子 然后他就想到这个肚子里面 有爸爸的骨肉 也就是我在这个肚子里面 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后来 我妈妈就想说我还是先不跳好了 我先把这个小孩生下来 神刚空难官方调查 指向人为因素 对离难者家属人说情何以堪 他们不但失去了亲人 还要承担空难的责任 因为驾驶员如果是忠于国家 所以他不愿意把飞机拍走 最后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可是你却说他是驾驶书 我觉得这个应该要 还这个驾驶员一个公道 如果说是机械故障的话 飞机就是我父亲在维护 我父亲自己维护的飞机 我父亲自己都敢坐 对不对 所以其实有很多事情 有很多事情是不是应该让真相还人 老人家回忆 神刚空难发生之后 树上挂着尸块 农田地面通通都是血水 这情况非常地害人 而之后村中许多人都陆续 遭到亡魂的托谋 有人说他们衣服被大火给烧掉了 希望村民能够帮忙烧纸衣 村子里头也举办过多次的超度法会 希望能够让亡魂尽早到极乐世界 但没想到在这起空难发生之后 47年还会传出 有亡魂要求鸣婚的灵异传说 继续是资论记者李一伟 林文胜的报道 时间一久恐怖的气氛会慢慢地消散 不过就在十年前 这位林小姐却有了奇怪的感应 她是宇佳的媳妇 嫁来神刚三十多年了 就在十年前那个晚上 她梦到有空难的离难者来找她帮忙 有一个妇人她说要项链 然后我也这样跟她对话说 我又没有欠你项链 她就跟我说 我是坐这台荷鱼机在这里死掉的 因为我项链掉在你们这里 被你婆婆捡去了 然后我就去问我们婆婆 我们婆婆说 有她撞一条已经斧过了 她就去那个金蜜店再帮她接好 然后好像是给我们先生的这些伴 比如说我们一般听的故事 可能就把她忘掉了 可能她觉得听了这个故事之后 她觉得跟这个地缘上又非常地贴近 所以她会把这故事 在别人忘掉的同时 她会把它放在记忆的某个角落 所以才会跑现出来说 她有假性的幻觉的现象 因为假性幻觉通常我们常见就是一些 生活上不见得是有压力 生活上太多事要忙的时候 她就会在她的记忆中做一些整理 那常常借由梦来做一个展现 当时她先生半信半疑 一度以为是不是老婆健康出了问题 可是林小姐说的话呢 却又有几分的巧合 她说她儿子成绩一项不好 原本以为呢 大学真是只有掉车尾的份了 因为我之前那个在模拟考的时候 大概都是那种国力的边缘 国力跟实力的边缘 这样后来出来就是直接就政治大学可以念这样 跟预期的四百 四百 差二十几岁 大概差四十分左右 那一天刚考完 我就梦到一个很高很高的男孩子 二十几岁 他跟我说 你儿子的考试是我帮他考的 我就当时我就跟他说哪有可能 也没有说特别有灵感 真的就是后来答案在对答案的时候 怎么很多有猜的都猜对这样 他说他英文程度不好 英文出来题目都不太会 因为大学是倒扣的嘛 他用猜的 没想到成绩竟然出乎意料的好 林小姐说这就是罹难者帮的嘛 外国人 因为他他有说 我有看到他哦这么高 因为我不高嘛 看到这么高 他说他要 他要几十岁钟嘛 那我就用画了给他 他说他要几十岁钟 他要几十岁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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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几年的时候 远航也在三亿上空也空了 那车子全部很难 而且尸体又在空中 解体 你没有听说三亿附近那边的 那些小米村有什么偷梦啊 有什么连异事件都没有 只是说那个地方嘛 晚上开车走那里的毛毛 那其实应该是因为自己受到那个 我们当年那个事件的影响 也就是说脑子里面已经被暗示了 还是一望你怎么说 你做白的梦 哎 讲实在会 因为我说你也不要一天就在梦 你如果梦这么多 我们一天就在梦 那就是像他梦那种子的 那我就说好像有点真的 不得不相信 这样还有那样 林小姐她本身有宗教信仰 对于托梦之说深信不疑 她后来又梦到了一个罹难者 她叫做陈庆妹 她的要求呢让林小姐傻眼 因为我在睡觉的时候 就是我先生睡这里我睡这里 他就跟我说我要像你们这样 他指床上的时候 我站在他旁边哦 我怎么还会睡在床上 我也很纳闷啊 他就跟我说我要像你们这样子 我就跟他说你想结婚了 他说是 真的是可能它是在说假心怀疑的梦子 可是看到自己一定有压力 以前我们最常见碰到什么 就看到自己死亡 所以一般梦境如果看到自己 表示自己可能 梦境得到一个重大的灾难 所以弄到自己跟别人互动的时候 就跟死亡有相关 跟分手有相关 我就梦醒了 我就梦醒了 他就跟我说不可以 因为他要求说要在我们的公母 公母来里要写上她的名字 当年报纸上离难者的名单 并没有陈青梅 只有一位空中小姐叫做陈青青 当年她才23岁 那是她的第一趟出行 没想到也是最讽的 偷梦的事情是有 只不过说怎么证明它是真的 假的 一定要把梦境里面的东西 跟现实的东西去对照 看看有没有 我总是这样子 才能够说是正确 根据当年媒体的报道 巧合的是当年的确有位 马来西亚的议员陈青梅 来台湾参加影展 不过根据了解 她并没有上这架飞机 今晚如此 林小姐最后还是同意了 这桩冥婚 即使让她当大的也没有关系 不会不会 我觉得他们都很可怜 因为我很不晓得 不知道是宿命还是怎样 他们都很可怜 我们能做到的伸出援手 让她一把没有关系 上一来 她才能把我们抢肚子搬 这样要没什么玩意 我不是说这样也没什么影响 没有影响以上 全做一个好人 林小姐圣宅跑到太平市 买了个塔位来供奉陈青梅 他们只是希望了 如果真有其事 也算是助人 了一桩心愿 官司 一直没有这样的体验 没有没有 其实不会 我不知道 感觉我可以做一做好 感觉他感觉他也欢迎就好了 小孩子有没有感动 没有啊 我们小孩子都很赞产 我们全家都接纳他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缘分 我在想这是英国 或许我在解读 做前几次 大概是我老公敢放伞 所以说这是你补的方法 这样子我们都非常愿意接纳他 托莫冥魂的传说在村子传开来 又勾起了村民们 对这一起碰难的记忆 村民们觉得当年幸好是王爷保佑 所以没有村人受伤 以前说无头疑 我也说到来这儿 现在我们自己认识私人的三合院 就这个 我们的公众直接开始救世了 救世刚才几年左右了 刚才恐懒的事情发生 恐懒的事情发生了 现在我们的公众 他自己说 荒山大夫说 原来王爷公要来这儿就是他的用途 吕家于是把老家的三合院给拆掉 大家合力建了一座庙 同时也在旁边立了一个 恐懒离难者的纪念碑 希望能够保留地方上一切平平安安 欢迎收回台湾启示录 我是梅翔 在每个扑朔迷离的众爱现场 在每个重大事件的第一时间 我们抽丝剥茧 追索事实的真相 YouTube总观看超过5一次 频道订阅人数出货了100万 感谢您最一路上的支持 我们会更加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